這場遊行主要的訴求 我們希望呢 我們台中市政府 他能夠永續的來發展這個觀光 我們不是反對觀光 但是我們反對的是 一個修氣型的纜車 在傷害台灣黑熊的生態 我們這一條纜車 是什麼樣的纜車 他並沒有一個交通運輸的功能 他只是一個在山上 蓋了一個26億元的摩天輪的功能 是一個摩天輪的功能 是一個油氣型的功能 只是要讓遊客到高空上面 來看這個森林的景觀 第二個我們不是我們是支持 支持谷關的發展 但是我們反對台中市政府 要發展谷關的觀光 但是他居然不設污水處理場 這麼多的人在上面的污水 在上面的污水的糞水 生活的污水就排入到谷關下面的石缸水壩 這個石缸水壩是台中市民的自來水的水源 所以我們反對這樣的一個不永續的一個發展 最後 我們台中市政府在環評還沒有通過 就公開招商造成我們古關地方的居民有錯誤的期待 這樣錯誤的期待 讓我們的社會產生對立 沒有理性對話的空間 沒有客觀討論 一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開發的可能性 目前我們評估全台灣 全台灣只有六百隻不到的台灣黑熊 我們認為僅剩兩百到六百隻 因此每一個黑熊的族群 每一隻個體都有其重要性跟代表性 以及它存在的意義 然後我們發現 經過這麼多年的研究之後 台灣黑熊目前分佈集中在玉山國家公園引南的區域 意思就是說 它比較集中在台灣南部的山區 然後你們一定會好奇 那雪山山脈呢 雪山山脈的面積這麼大 為什麼台灣黑熊沒有那麼分佈的 沒有那麼預期的多呢 因為目前雪山山脈它其實受到人為的開發非常的嚴重 包含了棲息地的破碎 包含了油氣的壓力 包含了道路的開發 這些都讓雪山山脈的黑熊呈現小族群的分化 呈現小族群的分化 但是我們在這幾年的調查發現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裡面 應該有存有穩定的黑熊族群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裡面有穩定的黑熊族群 這非常的難得 非常的難得 因此我們發現 但是因為它呈現一個小族群的狀況 所以任何的開發都有可能導致它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 我們這邊要宣讀我們今天 今天的一個活動的訴求 我們要聲明台灣黑熊的生存權 台中市政府為了要發展觀光的纜車 不惜傷害瀕臨絕種的台灣黑熊生態 台灣的民眾希望國際的保育團體能夠出面關心 我們的英文的新聞稿已經同步的發出 台灣的研究學者已經推估 全台灣的黑熊數量僅剩200到600隻 大雪山森林 這裡有穩定的台灣黑熊的族群出沒 對北台灣的黑熊族群是非常珍貴的 台中市政府規劃的雪谷纜車線 預定從谷關沿波金家到大雪山 這個纜車經過園區內 黑熊分布的熱點會對黑熊造成干擾 這個園區的黑熊數量不多 纜車的興建跟營運會壓迫黑熊的侵襲地 會干擾黑熊的行為 會引發連鎖的效應 會造成小族群滅絕的風險 台灣的環保團體 保育團體 以及關心黑熊保育的民眾 我們今天下午在台中市發起 反對雪谷纜車的大遊行 我們扮裝黑熊來參加遊行 我們的訴求是 1.我們同意交通建設 但是我們反對修氣型的雪谷纜車 衝擊黑熊生態 2.我們同意推動觀光 但是我們反對不永續的規劃 傷害大雪山的森林 3.我們同意古關發展 但是我們反對台中市政府 不設置五關五水處理場 讓台中市人喝觀光客的糞水 4.我們同意理性溝通 但是我們反對台中市政府 為環評先招商造成社會的對立 我們要特別請海中市政府 觀光區 你們有沒有好好地講一講 這節作法 是否會帶來重大的傷害呢 第一個絕對是黑酒 因為黑酒是我們台灣 最珍貴的一個東西 一個動物 它不單是可以保護 真理上的一個平衡 沒有黑酒 那怎麼都沒有了 因為它是排在第一位 絕對會決走 我們知道 政府能夠好好地支持 這個是否是正確的嗎 因為台灣黑酒 它無法策劃 成為黑酒大族的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替黑酒發聲 希望大家能夠為我們一起發聲 為台灣黑酒發聲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東明向 謝謝東明向 他有一句話說 現在不做 現在不做 我們必須要能夠做 我們現在來得及做的事情 我們請東明向先生 把黑熊的生存學生名 代表黑熊 遞交給我們的 台中市政府觀光局的代表 來 請劉科長 來 請劉科長 在遞交的時候 我要代表 我們發起團體 跟我們台中市政府觀光局 講幾句話 引用印第安人求長老的一句話 當我們非得要把最後一條河川污染了 把最後一顆樹砍倒了 把最後一條魚捕捉了 我們才會知道 原來錢是不難吃的 我們以這句話 送給我們的市政府 我們不是反對發展 我們反對這樣不永續傷害 台灣黑熊的發展 我們請我們的市政府 觀光局 劉科長 來接受我們的生存權生名 謝謝劉科長 謝謝 劉科長 劉科長 加油 觀光局是死花錢